因为Squatch本身 它可以做动画多媒体 或者做电子书或者写游戏 所以其实在这个舞台上面 这个舞台可以放大 就是当你程式写完之后 你可以把它放大到整个画面 所以即使你纯粹学软体也OK 那你要配合硬体也OK 那所以我们假设 我可以加点东西 假设我在变化大小的同时 因为它的亮度会变化 在0到250度变化 我就顺便让猫的大小做变化 在舞台可以看得到 那所以我在这边 外观这边 这边有个大小Size 设定它的大小 我就可以直接把它放在里面 放在维圈里面 然后我把这个大小的设定 就直接把变速放进 那个亮度把它放进来 所以亮度越亮 猫的大小就会越大 亮度越不亮 猫的大小就会变小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看到 画面上的变化 所以即使你没有Arduino 你交层次也可以这样处理 那越来越大越大 这数字你可以看到变化 那这个变化是配合你的灯 配合你灯的明亮度 那越亮猫就越大 越暗猫就越小 这两个是互相搭配的 所以即使你没有硬体 你还是可以玩柜曲的存答题的部分 这个也给各位参考一下 那通常我们做专案是两边都一起做的 又有画面 然后你的硬体又会动 还兼具多媒体 有那个声音的效果 那就更好了 这样比较容易 如果比赛的话 比较容易获得前来 就算是一年以后 白 answered 很完蛋 有什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